再來是太陰這一顆心在 夫妻宮的人 他之所以會是這樣的一個 好老公的原因是 其實他有很強的道德潔癖 也就是說他心中自然有一把尺 有些事可以做 有些事不可以做 因此在這樣的狀態之下 其實做老婆的人 就不需要太去害怕 或者說他到底會怎麼回事 他會自律 對 他會自律 因為自律的關係 其實如果老婆對他來講 很會扣誰說 反正我老公不會亂來 可是這時候他心裡 狗雞都會跳牆的 所以千萬要給他適度的尊重 這個非常重要 那基本上來看 夫妻宮有天同中盤的人 其實對他們而言膽子最小 然後事實上他們只要老婆 可以讓他有安全感 因為他需要權威 你只要老婆讓他有安全感 他其實就是一個乖乖牌的 很乖 可是這時候老婆也要注意 如果你變成了母雞四神 太過強勢的話 他會很難過 可是他又講不出來 這時候他反而會從外面去找一些 避風港 對 會找避界 所以其實我們看PTT的會員們 其實他們 對他們來看 又需要很強勢的老婆 可是又怕老婆太強勢 所以他們永遠會在這中間 猶豫不決 那老婆很難做 那當然 可是他們也很難做 所以這個時候老婆 要稍微給他們放鬆一點 反而不用管太遠 管得越遠他們越難過 是 好 謝謝老師 謝謝 我講到老公 艾琳 你老公是做時尚的工作 所以你沒有一般的女人 可以享受那種偷買東西的樂趣 不行 你一買什麼他就會看到 而且他知道多少錢 而且一開始的時候 我還會想跟我們其他的女朋友一樣 就是大家都會騙嘛 對不對 這包到多少錢 譬如說五萬塊 你就會講說一萬五啦 對 就少講一點 所以老公會騙老婆也會騙 對 以前很久了 買很久 對 就是買很久 或者是廠商送的 然後我就會這樣回答 然後老公說你少來 這是哪一個牌子這一季的 然後他還告訴我 是哪一個雜誌第幾頁 他有做到這麼細的 很專業耶 這麼專業的事實上 他就說我現在就翻給你看好不好 我就嗯 他說你為什麼要騙我呢 我說嗯 對啊 可是也有好處啊 像那個好哥出國的時候 幫艾琳買的東西 都是最新 最時髦 最漂亮 這個好處就是他會買 對 比如說他去巴黎的時候 他自己看到 覺得不錯 很經典的東西 他就會幫我買 所以這個也是一般的男人 大概永遠做不到 一般男人大概永遠都會買錯 我老公我都 他出國我都說 拜託你千萬不要幫我買東西 拜託 拜託 求求你不要幫我買東西 因為買回來的 我們都不敢用啊 都不要用啊 可是你老公會幫你買最硬的 最新的 而且他會直接 譬如說他在巴黎開晚會 然後會逛街 然後他就跟我說 我現在在 譬如說哪一個品牌的店裡頭 看到一雙鞋 他說你現在上他們的網站上 他怕說我跟他有誤差 所以呢 他就會說你上他的網站 他現在那個網站裡頭 哪一個項目以後就有這個圖片 他說你進去看 然後他說喜不喜歡 然後他就喜歡我幫你買 他說他就覺得好看 他買東西是有沒有金額上限的 他覺得如果是值得的話 他就會覺得說OK 但他覺得說那個東西是彈花一現 除了珠寶之外你收過他 什麼鞋子包包這一類的東西 最高金額 老公買的 對 因為他知道我在台灣就是 好多年前就是有去寫 就是名單碼 排隊嘛 就一直沒有消息 然後後來他就每年他出國的時候 他經過愛馬仕 他就會進去問有沒有駁金額 對 然後呢 有一次他就是去了一個法國的 一個比較偏遠的一個郊區 因為市區其實比較難 因為大家都會到那邊去買 都買走了 然後呢 他就去一個郊區的 度假的一個聖地 然後那邊有一架愛馬車 他就進去 然後剛好就有人就是訂了 然後兩個人 兩個婦人在那裡看 然後他就進去說有沒有駁金包 然後他們說只有那個 可是是人家訂的 然後結果後來我老公就跟他講說 那如果他們不買的話 我要 可以嗎 結果後來那個人說 他不可能不買啊 他訂了耶 而且他等了兩年 結果後來我老公講說 那如果他真的不要的話 他說那我要買好嗎 好 那店員就說好啊 那如果人家不要 因為店員心裡想說 他不可能不要啦 對不對 就說OK 他說如果他不要的話就給你 他就一直站在那邊 等... 等到了 那真的不要了耶 對 就真的不要了 他有偷瞪人家嗎 不是 我等一下再看包包 一直在他背後呼吸 不做法 一直吹氣 對 然後他就打電話給我 然後他就打電話回台北 然後就說 現在有一個咖啡色的薄金包 他說有 幾公分的 他說35 35分 對 然後他說很OK 然後他說我幫你買好不好 然後我就說 我就很白目 我說還有沒有別的顏色 你知道嗎 他在那個愛馬仕門口 嚇了我一頓 直接說 居然你以為是無分譜啊 紅色華麗藍電子 所以你選啊 但是愛馬仕 電話就掛掉了 然後我就這樣 好不容易等到 我就 傻眼 好吧 然後就掛我電話 可是他隔了大概5分鐘之後 他就打回來心靈氣和說 我剛才不是故意要罵你 但是他說你真的很白目 他說 他說你知道這包很難等 他說我現在就是幫你看到一個 35一個咖啡 他說你就跟我說好嘛 對不對 你為什麼還跟我講說 還有什麼顏色 對 他說你明明知道不可能的嗎 他說我已經幫你買了 他說就這樣 那35咖啡要多少錢 薄金要多少錢 那個時候其實好幾年前 所以那個時候價錢還沒有標準高 沒有 那個時候差不多退完 所以大概20左右吧 那現在呢 現在已經30了 他比房地產長得還快 對 他真的會保值 他每年都在標 真的很難排嗎 買一個包要等級 真的很難排 你知道我在台灣 我寫在那個愛馬仕的名單上 是八年喔 八年前去寫的喔 然後呢 那比美國移民的抽綠卡 還難說耶 對 我八年後打電話過去 我想說忘掉了 然後打電話過去 我說請問一下就是排到了沒 然後他就說 我幫你看一下曲小姐 然後去看一看 然後 你前面還有好多人在等喔 對啊 這我自己下在問你 我就覺得很怪 我覺得你怎麼會要排 買個東西要排隊 純手工嗎 對 是喔 但是純手工怎麼樣 也比不上別人的好老公 可是我相信 真的 沒有 我相信就是那種 你如果是大富的話 當然你有優先權 對不對 我跟你講 現在已經不是什麼大富小富的問題 總而言之就是你有個好老公 是喔 去哪裡找不著老公 來啦 OK啦 來 走老師幫我們做一個恐怖的心理測驗 要測什麼 今天的題目就是 如果你想要 突然間想要改變這個家中的擺設 那你會想要變換下列哪一樣喔 好 我們有四個選項 A的選項是你把天花板的吊燈 全部都換掉 那B的選項是家中的油漆呢 全部換個顏色 或者是B 只換個顏色 那C的選項是變換窗簾顏色 或者是花樣 那D的選項是改變地板的樣式 也許換成地毯啦 或是換成木地板啦 都有可能 你直覺家裡如果要做個大變動的話 你會選擇這四種的哪一種 好 配簾 窗簾好了 油漆 好 地板 好 張老師 B 我是覺得燈全換掉 好 我換油漆